有史以来中华队在奥运当中总共有两面金牌进账 这两面金牌通通来自跆拳道 除了昨天我们看到的杨淑军 另外还有魏晨阳以及曾立成 两位跆拳道选手也都准备好 要为台湾争取荣耀 2004年奥运赛前 中华队抱着突破零金的使命 前往奥运的发源地希腊雅典 然而在跆拳道项目登场之前 许多好手都纷纷落马 无缘摘金 这种国人期待摘金的压力 是跆拳道队在奥运会中经常面临的处境 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讲说 你只要把教练给你的课表去好好完成 然后你只要去努力 所有的成败是由教练来负责 今年奥运的跆拳道项目将在8月8号起登场 除了杨淑军打头冠 男子组的魏晨阳也会在头一天应战 虽然在广州亚运一举夺惊 魏晨阳这两年来的状况 却有些起起落落 有一段就是蛮低潮的 然后就是一直就觉得自己 有点想放弃之类的 到后面是因为有教练他们的支持 然后到现在最后一个阶段 然后我们教练也把 就是训练那种洗手计划得很好 然后我也照着他的训练计划 一步一步在走 除了杨淑军 另一位跆拳道女将曾丽程 也将紧跟着在8月9号出赛 从当初陪练的角色 如今要站上奥运场上争光 曾丽程除了平常心 也要为大家拼一份国家荣耀 因为他们尽心尽力的在帮助我 然后给我支持 那我当然不能怠惰 而且我有责任 对这是一种责任感 面对来自世界各国的挑战 总教练宋景宏对选手很有信心 像立成就是在他这个级别是偏矮 然后他如何应付高个的这个上端攻击 然后他如何去发挥他的上端攻击 这是我们最后阶段信任的重点 魏玄阳他个子在 他这级别里面算应该是排在前六五 还有更高的 但是他的柔软度各方面都OK 只是说他的第二波攻击 大概是我们现在要加强的 虽然背负了国人的期望 海拳道国手们用言语 用动作 要让大家知道他们都准备好了